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动说跑步 今天手上的这个小盒子 OH1 这是POLA刚刚发布的新绿手环 你肯定会说 市面这么多的手环 它有什么不一样 对 它为准确而存在 我们先来看一下 它准确到什么程度 这个是POLA H1 新绿带 我现在正带在这里 POLA的手环 我现在正带在手上 大家看 63 60 62 对 好 手环会有5秒钟左右的食盐 可以看到 差不多5秒钟左右的 但是到达的顶点非常的接近 这样的一个数据 兑现 这是我用过的最为准确的一个心绿带 那它为什么会准确 大家看 大家看它用了 大家看它用了 1 2 3 4 5 6 6颗传感器 看一下 参数 内置存储空间 可以存储200小时的运动 续航 12小时 防水 30米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这一段时间跑步 我用了POLA H10 新绿带和 手环相对比的数据 非常的接近 曲线 基本 吻合 我们知道 影响光电新绿准确 主要有几个要素 第一个 传感器本身 或者很会下血本 6颗传感器 第二 手的曲张 我们知道 手表戴在这个位置 在做这样曲张的时候 那么心率就会不准确 第三个 尤其是冬天 因为手裸露在外面 所以皮肤的温度太低 也会影响心率准确性 当它把移到 佩戴的位置 在大臂 这一部分 或者这一部分的时候 准确性自然就增加了 它有两种使用场景 第一个 带着手机 装 手机上的APP 叫Polabit 你就可以带着手机出去跑步 第二个场景 你也可以把手机放在家里 直接 双击按扭 大家看 现在灯就变成了双闪 这个时候 心率就直接存储 在存储器中 200个小时 跑步回来 打开手机 另外一个APP 叫Polaflo 那么存储在里面的心率数据 就到了手机上 两种使用场景 你可以带手机 可以不带手机 很方便 感觉一切都很棒 它有问题吗 有 第一个问题 它能游泳吗 可以 防水30米 我相信你到不了水下30米 一般很少去 但是在水下心率不准确 第二个问题 它可以作为心率带连接其他家的手表吗 我试过了 家明可以 苹果可以 遗憾的是华为的华为watch2代 不可以 它有缺点吗 有 如果你用的是安卓手机 那么Polabit没法使用地图 因为谷歌框架的问题 第二 它有时延 差不多5秒 如果你非常精确的需要计时的心率 那时延可能是个小问题 如果你期望拥有一个心率非常准确的 而又不喜欢心率带的束缚 那么它可能就是你最棒的选择 价格 天猫上面在销售1200多 我从香港带了一块600多 祝你了解自己的数据 越跑越好 欢迎关注微博 无动说跑步 我们下次见